被告李鴻冤,之前在康建公司枪杀的案子 今天刚刚已经宣判 那以下就案件的结果 做一个简要的报告 那有关于那个判决的结果 针对负责人就是胞弟的部分 那部分是判处无期徒刑 尺度公权终身 那另外针对涉及枪杀 他负责人女儿还有两位员工的部分 这个部分是判了三个死刑 军尺度公权终身 那另外就枪杀负责人的部分 是杀人未遂 这个部分是判处有期徒刑 十三年 那总共应执行 有期徒刑 应该是说应执行死刑 那尺度公权终身